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 多ico點美安 degree 安 現在人們都不戴聖經了 都是用手機 手機給聖經 所以我剛剛看到的宣告 請大家把手機關上 一不曉得人們怎麼看聖經 所以有些教会已经不宣布了 大家观赏圣经只是要离静音而已 你知道手机开得蛮麻烦的 因为货蛮大的 因为手机上有电子游戏 手机上又能够随时看网路的实况转播 比如求求进入等等 甚至有的人呢 事实上我去过一些教会 也看到有人事实上在崇拜的时候 他们就发微信 所以常常丁一生这边 所以逼死逼其落 所以很麻烦 但是这还好 有一次我们看到前排座的一个女子 她举起她的iPhone 我们以为她是要替牧师录音还是录影 结果看到她那个iPhone上面图画 是她自己的人文化 本来她是拿她的iPhone当作电子的镜子 在照自己 到底适不适合等会去约会才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说的照镜子是很重要的 因为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的自己的无会 那同样我们过去一直在思想成圣的文课 就是怎么成为圣经 像主耶稣那么圣经 那么你要知道圣经 当然首先要明白自己污秽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需要镜子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iPhone 我们需要的是律法 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 成圣 你必须经过一条路是什么 照镜子 就是看律法认识律法 认识律法 认识律法就可以认识自己 不过这个题目有点问题 认识律法就可以认识自己 是否误会 好像有问题 因为你必定会问说 犹太人不是很熟悉律法 他们应该很认识自己的 但是他怎么会把耶稣带到十字架 把他钉死在那里呢 那这个律法的功用怎么会适得其反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 但是我们要看圣经 找答案之前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主持恩待我们 谢谢主耶稣 你是何等的慈爱 你看到我们软弱的需要 愿意你自己的圣灵 自己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 讲解教导 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明白 话语的精益 不但认识 而且可以活出来 我们讲公敬仰黄道 告示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每一次我们说 看新的经文 总是要复习一下前面 我们说些什么 那么前面不只是前面一到六节 第七章的一到六节 我们今天看是第七章的 第七节到十三节 看前面一到六节 但是我们还要看稍微远一点 因为前面法罗告诉我们 犹太人 他们事实上 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就等于受洗 归入了摩西 归入了摩西干什么 做神的子民 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定要 遵守神颁给摩西的律法 所以等于说 他们是属摩西 但是他们也属摩西的律法 好像一个婚姻一样 不可分割 但是 其实犹太人都知道 跟我们今天都知道 守律法是何等的难 守得完全吗 守得完全 所以 他们也盼望着 彌赛亚最救赎来到 耶稣来了 我们说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他来了 来了干什么呢 为我们的罪受死 在使福架上 藏布了 就付清了 所谓 该犯律法必死的惩罚 叫我们跟律法的咒诅完全断绝 那这是主耶稣所做的 所以我们即使是犹太人 如果是信耶稣 他们不再属于律法 他们也是属于基督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那属于律法的时候呢 他们是做律法的奴夫 属基督是做基督的奴夫 其实做律法的奴夫未必不好 但是犹太人的问题是 早容易的做 就是想要去遵守律法的遗文 而且完全忽略了律法里面 献祭的那一部分 因为献祭本身就是预表 弥赛亚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 他来作为我们的祭 所以人们忽略了以后就很麻烦 忽略了以后 他所得到的律法 他所知道的律法 其实是根本不完全 甚至根本不是律法的本意 所以这时候就出了问题 那上次我们提到 保罗特别指出来 我们里面有恶欲 那什么是恶欲 恶欲就是 它是一种欲望 是一种习性 但是它存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来说是无声不习 但是你到诱过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想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犯罪 因此我们就克制自己 想说我不可以干犯律法 因此我必须克制自己 这个时候 反而把原先已经沉睡的私欲唤醒 不但唤醒 你是越克制自己的律法 你是越挑望 这里面沉睡的私欲 以至于不可收拾跟诱惑 如果结合起来就伸出罪来 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就是律法会唤醒 你讲说若是只看律法的遗文 它不过是会唤醒 你里面的私欲 那我也可以举个例子 讲给你听 在美国德州 Galveston 靠海的那个城市 有一个鱼管 有个酒店 它是靠水边的 所以景致非常的美 所以鱼管的老板呢 就把靠水那一面的窗子都夹塌 放了很大的整块的玻璃 但是那边的玻璃常常被打碎 为什么呢 人们喜欢走到窗子外面的阳台去钓鱼 因为随便没有鱼 所以他们把鱼竿子甩出去的时候 鱼竿子上面的千锤 常常没有办法控制 不是甩出去 要不收回来的时候 千锤就把玻璃打破了 所以他们不曉得怎么办 结果其实后来解决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很容易 他们就把房间里有坏牌子 禁止在阳台钓鱼 这坏牌子把它拿掉 拿掉以后就不出事了 这个玻璃就不会被打破了 因为你不提醒人 人们根本想不到 他们在阳台上还可以钓鱼 所以这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知道 这个私欲是蛮麻烦的 碰到律法的时候 律法一碰到私欲的时候 对不起 我们一碰到诱惑的时候 律法就会唤醒我们的私欲 叫我们没有办法 克制自己 所以难怪保罗他自己也说 我所愿意做的 我不去做 我所不愿意做的 我反而去做 他说我真苦啊 这是后面 第七章后面 所以你知道保罗也深受其害 就是他知道私欲的可怕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学好 我们想学基督 我们很兴奋 想学基督 但是好像向前走一步 马上就暴退两步 好像成神不成 反而呢 心里更加的焦虑 心里忧郁 甚至也没有平安 有的基督徒甚至认为 我会不会没有得救 他对得救的网络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我得救了 为什么我还会犯罪 他不知道原来我们身体里面的私欲 并不会因为你信主以后就不见 私欲本身不是罪 私欲本身呢 是被盖望以后 会跟什么 诱惑结合在一起 才生出罪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次所想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都因为 因为信耶稣基督 有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最大的改变 就是上次我们学到 第六节到时候 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扶持主 扶持主 就是尊重他的命令等等 都不再 都不再 都不再用以前 守律法遗文的旧样 而是用心灵的心样 而是用心灵的心样 那什么叫做心灵的心样呢 心灵的心样 当然 心灵这个就是灵 原来就是灵这个字 它也可以讲人的心灵 也可以讲圣灵 不如说我们可以把它读成 圣灵的心样 那什么叫圣灵的心样呢 就是圣灵更新我们之后的心样子 那这是心灵的心样 那么所以 我们现在开始服侍主 上次我们讲 丁佑节我们开始服侍主 不能够再去 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 拼命的去奴隶行律法的遗文 而网顾了我们的主耶稣救主 而我们现在 既然有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心灵的心样 那这个心灵的心样 其实不是新的事情 是在旧约里面 就已经跟我说过的 在以西节书36章26节 你们看到 我们上次也讲过 我们有新的心 这个新的心 就是被圣灵更新的心 而且圣灵自己要住在我们里面 他要住在 他把什么心灵呢 放在我们里面 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来 我们都知道这事情应验 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呢 圣灵的工作就是在更新我们 不断的更新我们 我们坐在这里 看神的话 他在更新我们 我们在家里面 你想到主的时候 他也在更新你 他不断的更新你 让你有新的 对人生有新的目的 有新的意识 有新的感情 有新的力量 有新的目的 和新的行动 所以圣灵是不断的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干什么 当我们更新我们的 他图境就是借着他的律法 让我们把这个律法 转化成为精益 那精益这个字就是精神灵魂 出自于哥林多显书三章六节 他说 他将律法的精益 可以写在我们心里面 所谓写在我们心里面 写在我们心上呢 就是写在我们心上的目的就是叫做律法 而且就变成我们的价值观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需要努力 你不需要克制自己 因为你做出来的就是如此 那这是心灵的信仰 当我们注意律法 当注意律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辨 律法的遗文跟律法的精益 是有不同的 但是他们的本质却是相同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 律法的咒诅已经出不去了 所以我们得到律法的精益 是认知律法真正的意义 这里面是不带咒诅的 但是若是你只是行律法的遗文 你就怕死 你就怕被惩罚 那个就是带咒诅的 所以律法的遗文 跟律法的精益 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你知道 以前的犹太人 他们喜欢行律法的遗文 结果他们 对他们来说耶稣是没有用的 主耶稣 米赛亚对他们来没有用 因为他们完全凭自己努力 那凭自己努力 那个米赛亚有什么用 他们觉得 不但觉得米赛亚对他们来说 没有用处 而且还恨米赛亚 你说为什么恨 嫌那太麻烦 啰哩啰嗦 他解释了一大堆 主耶稣又来 他到处传道 人们厌恶他 厌恶他什么 他们以为他们都知道律法 那你又来讲一大堆 而且把这个标准定的那么高 那他们觉得受不了 那觉得这个米赛亚很麻烦 干脆把他给杀了 所以你知道他们 雇用律法的结果是 反而他们愿意把 他们想把主耶稣出去 他们恨耶稣 但是律法的经义 刚好完全相反 律法的经义是叫你 厌恶自己的 要你看到你的私欲 要你开始厌恶自己 而念慕耶稣 所以你知道 这个律法经义跟律法疑文的作用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不同是在这里 那我们说 我们说 难怪主耶稣告诉我们 很多命令 其中有一个句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 遵守的责任就是爱我 而且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 遵守的 他只爱我 约翰此故 约翰也同意 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诫命是不难守的 以前我不晓得 你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约翰他讲 诫命不难守 很多人大概都抗议说 不会呀 诫命很难守 你们哪一边守得了吗 试得守不了 但是若是你去看到 诫命的经义 看到 律法的经义的时候 你根本不是守不守的问题 因为他就静虚到你里面 成为你的价值 你选择 你碰到问题 你选择的就是 你的价值 已经在你里面成形的价值 就是他写在新版上的律法 也就是律法的经义 因此呢 你何况你有律法的经义 你根本不会惧怕 因为你不但不会恨耶稣 你根本不会惧怕 你会恋慕耶稣 你唯恐他不来 还是怕他来惩罚你 不过我们讲了那么多 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 你怎么去得律法的经义 你怎么读律法 得到律法的经义呢 所以今天第七节开始呢 保罗要为我们解释 怎么得到律法的经义 首先呢 他要问一个问题 律法会让你把你的私欲唤起 激动你的私欲 那么这么说起来 那么律法是不是祸首呢 是罪的祸首 因为我们说都是律法 都不好 你看律法好像没有好处 我一想要行律法 我的私欲就会唤醒 而且激动起来 那么说起来 律法不是好东西 是不是呢 所以他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 结果他的答案还是很断乎不肯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想法 你注意到我们今天读加拿大书里面 又是断乎不肯 保罗很喜欢说断乎不肯 就是你知道常常我们有很多奇怪的想法 是相当荒唐的 怎么可以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你要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 他说非英律 这是非英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你知道我们人喜欢做很多事情 都喜欢凭良心 因为良心合格了 就不识罪 不是的 我们怎么评判 是不是犯罪是凭着律法 有没有律法才知道 是不是 你们开车 不是说你感觉没车子 你可以随意开 不是你良心告诉你 你可以随意开 但是律法告诉你 我们怎么开65 那这个就是律法跟良心的不同 你感觉良也没有用 但是律法却不是如此 他特别举个律子 保罗开始举律子告诉我们 律法的精益是如何可以得到的 他就提到他自己是怎么得到的 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 他就翻译成贪婪这个字 可能比较贴切 不是单单心而已 这是想要夺取原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种私欲 这叫做贪婪 那么保罗说 我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你读这句话会觉得很奇怪 保罗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贪心 还没幸福 连小孩子 我们告诉他 不要贪 留一块给哥哥吃 给妹妹吃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贪婪 但是他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里面诫命告诉我们 十节的第十节 第十节告诉我们不可贪婪 不可贪心 那这到底在讲什么呢 最后他等到他信主以后 他再读同样的经文以后 就已经跟一些不一样了 因为他读这经文了以后 他发现原来这里面 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里面原来还有 贪欲 原来我里面有贪欲 这事情我不知道 我凭着我良心 我从来不做事情 我不觉得我做事情是贪 你说是不是 我请问各位 你们做很多事情 你们做很多决定 你们有没有想 哎呀 我不应该有的词 因为这是我贪欲在那里发作 不是的 我们很自然的 我们就做得出来 保罗发现原来 所有的律法都告诉他 他有问题 他是全然败坏的 没有一条律法不是告诉他 如此 那告诉我们 有人说这样不好 这样叫保罗很有慈悲感 是不是 不是 是告诉保罗 你不可以再相信自己 你不可以相信自己之外 你还要厌恶自己 而且你要去炼慕基督 要投奔他 所以他终于发现 他告诉我们 藉着不可贪心这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 律法都指明我们里面的问题 律法 我今天想另外再去两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 不可杀人 有些主日学 我跟大家提过 你知道不可杀人 很多基督徒 看到不可杀人四个字 过 他们就说过关 那我要问你 不可杀人是写给谁的 写给杀人犯 还是非杀人犯 请你告诉我 写给杀人犯 写给杀人犯已经太好了 所以他一定是写给非杀人犯了 那为什么要写给杀人犯 你说这个不可杀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少基督徒会停留想一想 为什么他要告诉不可杀人 你若是真的愿意静下来 好好的思想 甚至奏业思想的时候 圣灵就开始工作让你想起来 原来耶稣为了不可杀人这件事情 还特别讲了一篇道 还记不记得 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 马太福音第五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里 告诉我们 事实上杀人的问题是 恨 我们先恨了别人 那这个恨 为什么会恨呢 那当然跟自己的优越感有关系 觉得自己 不觉得自己全然败坏 我觉得我很好 我觉得对方不好 因此呢 他不但骄傲 而且自恋 而且自意 他不觉得全然败坏的时候 问题都出来 我觉得还不错 还蛮优秀的 我常常说 很多人跟我辩认 所以说 我不承认我全然败坏 那我就回 我的回答通常是 你若不是全然败坏 你就不需要 不全然需要主耶稣来拯救 你只需要 耶稣来拯救你一部分 是不是这样 你当然是全然败坏 所以主耶稣还要给你新的生命嘛 你难道你还惦念着你以前旧的生命吗 你不是全然败坏的话 那你需要耶稣吗 你只需要百分之五十的耶稣 不是吗 所以你要知道 人的问题是全然败坏 这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会告诉我们 我们人本质是全然败坏 因此我们不能够再信靠自己 不能够再以为自己 形象不错 所以要保护我等等 所以你知道 当我们觉得自己特别优秀的时候 蛮麻烦的 骄傲来了 我们觉得自己不错 就是刺恋 甚至还刺意 自己觉得我优秀到一个地步 我可以像神一样来审判别人 因此人恨 恨的时候 你知道很麻烦 因为再长久下去 你会走到一个地步 是没有办法回头 他就变成杀人了 所以杀人是这么来的 不是灵机 一发就要杀人 不是这样子 长久以来 他觉得自己很优越 他的骄傲 他的自恋 他的自恋 他的自欲 将他变成杀人犯 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了 主耶稣 吩咐我们彼此相爱 请问 彼此相爱 主耶稣一共给我们多少条命运 他说我给你们一条命运 他只给我们一条命运 那就是彼此相爱 你说 什么耶稣啊 太少了吧 太少了 你都给我们一点命运 是不是 你看多容易守 你们觉得容易吗 今天教会还在学 两千年来教会 一条命运 学了两千年 学好呢 请问 我们教会学好了吗 我还不知道哪个教会 学会的彼此相爱 常常看到的是 原来很要好的弟兄姐妹 隔夜可以翻脸成仇 是不是 有时候突然觉得 这两个人怎么不讲话了 那你一点不习惯 你再看 事实上 没有学会彼此相爱的例子 很多教会里面 通常很多教会里面 你看到牧师跟会众的关系 破裂 那怎么回事 你看他们请新牧师来的时候 你看他们是多么兴奋 他们多么爱他 你看怎么回事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为曾经爱过 就等于 已经满足了彼此相爱的解密 不是如此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想 彼此相爱 到底他的精英是什么 我先问你们 你们爱的心意是什么 你们读 各人都讲说十三章 你们一读第一句话是什么 十三章 第四节到第八讲 爱的真谛 第一句话是什么 爱是 很久忍耐 不能忍耐的 根本不是爱 你不能够很久的 根本不是爱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说 我曾经爱过他 你的答案就是 事实上我不曾经爱过 你说我曾经爱过就是 你还没有爱过 因为爱是很久忍耐 它必须要很久 为什么需要很久 因为人里面有私欲 你知道这个私欲 随着我们到处而行 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 那不到我们离开这个身体之前 这个私欲是不走的 这私欲就是那么麻烦 所以你昨天你对付了 昨天你知道要爱你的弟兄 今天你会逼 为什么 因为叫你不爱 叫你恨的那个原因 私欲还在你里面 随时要爆发 所以你知道随时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要彼此相爱 就必须什么 时时刻刻 天天学着谷歌 不是我们来开会决定 我们应该如此做 假如我们开会来学 彼此相爱应当怎么行的时候 我们又犯了律法主义的 就是律法 就像律法主义犹太人所做 他行律法的疑吻 只是想要满足律法的疑吻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借着这个 彼此相爱彼力学到 冤害我们行不了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问题 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有私欲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 耶和黄的律法 若是你奏业思想 若是你愿意花时间去想的时候 然后你就发现 律法会告诉我们 我们私欲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就会知道 律法的经意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你的全然败坏 和我的全然败坏 你会发现什么 主耶稣基督和圣洁和他的美好 因此你就投奔他 所以我们碰到诱惑的时候 正常的反应是投奔耶稣 正常的反应不是克制自己 我要去走去制服这个冲动 因为你根本就来不及了 那么这就是 这第七节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得到律法的经意 是靠着奏业思想 当我们奏业思想律法的时候 圣灵就开始光照这个律法 让我们明白律法的经意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 看到主耶稣的圣洁 看到我需要投奔耶稣 当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那个律法就写在心板上了 这就是成圣的途径 成圣不是靠着做什么 成圣是自然而来流露出你心里面的状态 你是怎么去制服私欲的 你是靠自己努力 还是靠什么投奔耶稣 因为你看到你自己的败坏 接着这个第八节 第九节 保罗要把剩下来 任何一点对律法的疑问 就是余力 到底律法是不是良善这个问题 他要彻底的 一扫而空 他要把这个问题搞干净 第八节他说 然而这一次的机会就借着诫命 叫朱班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好像在绕口里 其实这句话不需要多解释 我们也很容易明白 贞结就在私欲 贞结就是私欲 所以根本它的问题 不是律法的问题 而是这个罪好像一个很可怕的野兽 他会常常发出很多诱惑 来怂恿我们去克制自己 那一克制自己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耶稣 你能够克制自己 你就不需要耶稣 你也不会投奔耶稣了 那这时候犯罪是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罪的祸首不是律法 罪的祸首 其实就是罪 是罪发出来各式各样的诱惑 所以并不是律法 你知道 而且他又说了 他说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 好像在绕口令 其实他讲的很简单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这件事情来说 你不知道律法 你知道有律法 但是你不知道律法的经意是什么时候 你好像无罪啊 有没有 若是你不知道罪的律法 那这时候 你好像我没犯罪啊 主耶稣已经把我的罪洗干净了 我一点罪都没有啊 但是 但是反过来说 我那时候还自己认为是活生生啊 我在没有律法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律法经意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活生生啊 但是呢 但是现在呢 我一想到律法的时候 我反而会去犯罪 原来我是活生生的 现在我不是死了吗 对神来说 我是死了啊 因为 什么 罪的公教 就是死 就是跟神永远隔绝 我即使永生 我即使有了永生 我觉得好像 跟神还是隔绝一样 你知道你犯罪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有私欲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原来 不是律法叫你死 不是律法是破手 叫你犯罪 而是你里面的私欲 而且罪 这可怕的暴君 讲得很如此 那然后在第10节11节 他继续说 那本来叫人 我的诫命反而反倒叫我死 那当然 我们以为 我们努力努力行律法 可以存活 结果效果刚好相反 不是你去行律吗 因为最趁的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 而且伤了我 所以你知道 罪是邪恶可怕的 他利用什么 机会 什么机会 那什么机会 就是你想要去 克制自己 行律法 那个机会 他开始 应用我们 叫我们去犯罪 而且叫我们 像死人一样 所以罪 其实是借老杀了 你说罪是何等的邪恶 何等的可怕 就在这里 第12节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 所以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 律法是圣洁了 所以我今天 我大货不解有个基督徒 他说 我们今天有主的恩怜 我们不需要律法 不是你不需要律法 律法本身是反映主耶稣的 基督的圣洁 你怎么可以废弃呢 律法是不能废弃 因为律法本身是良善的 因为写律法的作者 神自己就是良善 他就是圣洁良善公义的 那么这里面还是有毛的 我知道有个人说 就是因为律法 律法是我必须死的原因 那这个到底怎么去能够和谐呢 那么最后第13节 他保留要高横 既然如此 那良善是叫我死吗 是不是律法叫人死 他断步不是 哪有那么可怕的想法 这句话就出来了 他说叫我死的乃是罪 同意吗 是罪在那里趁夕 借导杀人 所以不是律法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教室 这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奇了 同意吗 罪是何得可怕 狡猾 而且可怕 这就是罪 所以律法 其实像一面镜子一样 他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 自己犯错之外 还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里面 隐藏的私欲 不认识律法 不认识律法的经义 就不认识律法里面反映基督的属性 若是这样子我们还要去成圣的话 就像虾子在黑暗中 他乱乱摸手 以为他随便横冲直创 都可以成圣 所以认识律法 或者认识律法的经义 是成圣必经之道 那怎么认识律法的经义呢 就是靠着奏悦思想 最后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高风生 他每天经过邻居的门口 看到邻居的后门挖了一块牌子 请无入内游泳池危险 这是美国有很多城市有的法律规定 若是你家里有游泳池 门口 那个门一定要挂一块牌子 请无入内 因为有危险 你知道越是这样子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 他越好奇 所以有一天晚上 他带了他女朋友 就翻墙进去了 他很兴奋地站在跳板上 他往下面跳 一半在空中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尖叫一声 但是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 等到他醒来 他发现躺在医院里 从头下以下全身不能动 因为他把他的脖子折断了 你知道当他跳的时候 他女朋友才看到 原来游泳池里面 只有一尺深的水 那你说这个问题要怪谁呢 你知道这个律法 原来他用的是好的 是要保护人 同意吗 但是他不觉得他需要保护 你知道人的问题就是这样 闯过是怎么闯 他不觉得不需要律法 律法 律法对于我们都是好的 律法是伤 不管你信不信主 其实这个信息 今天对你来说也是重要的 因为律法本身就是为了保护人 不让你去伤害自己 你犯罪去伤害自己 但是你知道这个律法 还有更多的好处 那就是教徒 不但知道律法不是我们敌人 而且是我们友人 而且借着认识律法的精益 我们可以去爱基督 我知道很多人你要他爱基督 他是爱不了的 他没有把他爱基督 因为他不看律法 他不看律法 看不见律法的精益 看不见自己的邪恶 败坏 他也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的圣洁 可是当你反过来 你明白律法的精益 爱基督 你就心意更新在那里变化 你的价值观都在变化 因此你走 城镇的道路 就走得更贫困 予以神帮助我们每个人 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朋友 谢谢我们接受这段经文 跟我们说话 看到我们自己 内里面隐藏的食欲是何的能可怕 叫我们能可忍 想成圣诞 却是认不良 反而去犯罪 能够承认我们的意见 的的确认有许多败不败 我们事实上是全然败 但我们愿意多奔 主要是基督 因为你是何等美好 你是何等圣洁 我们喜悦 我们有念慕 帮助我们 从现在开始读圣经 不再像法利塞人读圣经一样 而是真正在你的话语里面 可以奏业思想 可以用爱与话语的经意 看到我们自己 认识的事情 叫我们可以托本主耶稣 谢谢你帮助我们 祷告是奉号耶稣基督圣明 阿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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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的